而在第二天,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表示,美国当前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已经进入到了新的阶段,一类恐怖主义行为的实施者或许并不在美方情报雷达监视的范围之内,更可能在短期内迅速作案。 基于这种新形式,美方决定启用一种更为敏感的恐怖警戒系统,取代2011年以来使用的两极式国家恐怖警戒系统。